现在我已经成功从魏家的死弹房查到子弹头的消息 但事情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皮炎子 结线救人你可就光明正大的得罪魏家了 这样吧 我再去和魏家说说 我这次态度强硬点 大不了多花点钱 刘总 你我都知道魏家自从知道是你刘家在找子弹头后 就没打算放过他了 不然我们早就花钱解决了 我不想让你为难 所有只能这么做 哎 我有时候还挺羡慕你们这种光脚的 不用考虑那么多 好 你们这边有什么需求 直接打我电话就行 我先回去安排一下了 送走刘总后 我便和陈哥阿七商量着救人计划 最后发现还是人手不够 没办法 我只得再次拜托三姐接了安子的人马 不过来之前三小姐已经将事情告诉我了 这次带了二十个人 善兵能力比起魏家的那些兵只强不弱 第二天上午十点 柯总来到我们公司交给我们一卷线路途 这乐是这次魏家走线线路途 我可是费了好大代价才弄到手的 柯总 实在是太感谢你了 你的大恩我铭记于心 不说这些 我能做的就只有这些 白家现在处处针对我种植园那边 暗地里一直扶持人开始和我抢生意了 提醒你一句 救人可以 千万不能动魏家的货 还有魏家的人员一个都不要杀 送走柯总后 陈哥将阿七阿浅小黑我们召集到了一起 所有的东西都齐全了 现在说一下行动地点 这次我们在泰国境内的美所动手 刘总把那边需要的东西都安排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和刘总会给你们四人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你们即刻出发 当天晚上我们便成功抵达泰国的美所 有刘总的安排 我们在美所圣泰勒酒店住了下来 到酒店了吧 刚刚柯总打来电话 说魏家的左线队伍凌晨朗点半到庙瓦底的口岸那边 会有人通过水路送他们入境美所 到时候你们再默爱和行动救人 刘总在准备船只 等我通知 时间来到凌晨一点 陈哥以短信的方式将指定的地点发送到了我的手机上 随后我们一行人立马赶到指定两艘船上 安子他们一搜 我们一搜 凌晨两点半 尿瓦底的河岸上站着二十多个人 在月光照射下 我能清楚地看到子弹头那张虚弱的脸 是子弹头 我看到了 把嘴闭上不要说话 先看看他们怎么做 等他们全部上来接人的船后行动 随后我们谁都没有轻举妄动 双眼死死盯着魏家走线人员所在的方向 由于河面距离不算他太远 魏家走线人员说话的声音全都清晰可见 四哥 这个人死了 应该是体内的药包了 妈蛋 先把尸体给我拖过来 虽放拉群人也整死撒尿 搭乘贼个养子 呆贼一点点火就守不了了 话音落下几个马仔将死掉的那个人的尸体拖了过来 伴随着何老四嘴里骂骂咧咧的声音 何老四直接将尸体排躺过度在里面摸 看得我们都差点吐了 还好隔得远 等何老四将要全部抠出来后尸体直接被丢进了 简单地将地面冲洗一番后 何老四拿出手机拨通了电话 买将军 我们已经到摩买火了 现在盔藏你的搜下离开了 死刑处理完之后 伴随也会联系你的 等何老四挂断电话 莫爱河对面的泰国巡逻警察开始撤离 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事一件 现在只等他们渡河了 时间来到3点05分 两艘渔船停靠在了何老四附近 一行人开始登船 但他们并没有按照原计划行动 船只并未朝着我们这边开来 见状我立马意识到情况不对 追上前面的两辆船 话音落下我们立马朝着何老四那边的船追了上去 何老四在听到深厚的动静后 回头看了两眼也并未过多留神 毕竟莫爱河上常年都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跑 皮炎子 何老四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啊 这不是好事吗 我们得手的机会才会越大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追上了何老四所在的船只 我和何老四置隔两米的距离 随着我们这边的船再度加有 立马便超过了何老四的船 朝着子弹头所在船冲了过去 跟在我们船后的安子这个时候打来了电话 皮炎子 一会儿我们拦着后面的那辆船对吧 对的安哥 一会儿你们负责阻拦就行 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最好不要开枪射杀 得手之后我们酒店会喝 挂断电话后 我们的船已经冲到了子弹头他们船的旁边 子弹头见我站在船头一脸亢奋 我赶忙朝子弹头使了一个眼色示意不要伸张 等和子弹头那边的船持平后 我直接掏枪朝着开船的船员连开三枪 船只马达的轰鸣声将枪声掩盖 船员中枪直接落水 见此阿七带着老前小飞也开始朝着那艘船 仅剩的三个接线的人设计 一瞬间末岸河上枪声大鼓 很快解决战斗后 我也跳到子弹头的船上将子弹头带了回 等我们返回梅索盛泰勒酒店的时候 时间已经是凌晨四点半了 安哥 没有弄死魏家的人吧 我办事你放心 都没杀 那就行 事不宜迟 我毕马联系返回国改 早上六点半 回到庙瓦里 等我们抵达国改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下来 进城之后 安子我们一行人直接分开 我们带着子弹头返回公司 休息一阵后 陈哥将我们所有人喊进了办公室 老屁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以后不管什么事情都挺你 哪怕你让我死 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 那你现在去死吧 我看看是不是你说的那样 听到我嘴里的话 后子弹头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时候阿七赶忙轻合一声 提醒我没必要这样 你以为我在和你开玩笑吗 我费尽心思把你救出来 就是想要弄死你 不然你觉得 就凭你值得我以身犯血吗 我话说完子弹头转头 看着站在一旁的阿钱和小黑 两人都下意识将头转到一边 子弹头一脸苦涩 那我 话还没说完 子弹头直接倒在了地上 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搞得一脸猛逼 随后我伸手摸了摸子弹头的额头 发现烫得厉害 陈哥 估计子弹头的身体太虚了 再加上发烧 一路上舟车劳顿才导致这样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联系刘总 让安排医生过来 医生来后 给子弹头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 最后的检查结果出来 是因为子弹头没吃东西 身体疲惫导致的晕厥 休息几天就好了 足足打了三天的掉瓶情况 才有所好转 等子弹头身体恢复一些后 陈哥我们一行人走到子弹头的房间 子弹头 身体里的药还没弄出来吧 陈哥 还没有 皮炎子 你去楼下诊所里面买点蟹药 一会儿给子弹头吃 陈哥说完我点点头 立马下楼买蟹药 吃完之后十分钟的时间不到 子弹头一脸痛苦 对性 我要是开始炸坑了 物馆任怨干净挥避一下 就这样 房间里传来火花带闪电的 雷霆咆哮声 足足半个小时的时间 房间里面才消停一点 最后一共排出二十九个 当初他们一共让你带了多少 三十五拓 还有六个在你的身体里面 今天之内给我全部排出来 不然你自己也知道后果 陈哥 我们先上去吧 等我们几人刚到陈哥的办公室 只见刘总一脸凝重地坐在沙发上 我顿感不妙 陈总 魏家已经在查了 没左那边魏家走线的人 包括排过去负责安保的免兵全被杀了 何老四下落不明 莫爱河那边已经找到了二十五具尸体 所有尸体都被开膛破路 除魏家的免兵之外 话音落下 我们一行直接沉没了 总感觉事情哪里不对劲 这样吧 趁着魏家 还没将矛头对准你们之前 赶紧带人离开国杆 等风透过后我联系你们 刘总说完陈哥点点头 现在除了跑路之外 貌似我们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了 现在也和之前不一样 我们也没办法再度依靠三姐那边 毕竟之前的一战三姐的实力 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好的刘总 今天晚上我们就动 话还没说完 陈哥办公室的房门被人撞开 随后一大群全副武装 为家免兵冲进了陈哥的办公室 谁给你们的权利 让你们冲到我刘家的地盘上来的 娄总 实在不好意思 没打声招呼我就带人过来了 对你刘家造成的困扰 我向你表示歉意 听闻此声 刘总脸色一变转身朝着房门口看去 一个衣着华丽体态 微胖的的少妇走过来 来人真是亨利董事长魏荣 明天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